绿色上衣加长裤快步走进法院开庭 法量稀少的中年男子 就是偷拍论坛创意私房的大帐房 灵性国小教师 另一名蓝色上衣男子也悄悄溜进法院 同样和创意私房有关 他是负责后织的许姓祖贤 和藏经人老马关系密切 随着创意私房二审开庭 一群恶徒也终于在镜头前曝光 偷拍论坛创意私房 号称台版恩号房被害人不可计数 监警火速展开侦办 发现灵性国小教师 屏东一名灵性园警竟然全都参与其中 一审分别判处两年到六年刑期 其中担任大帐房的灵性教师 更被重判六年十个月 在开庭前 灵性教师不断向某律师询问 现在创意私房侦办进度到了哪里 甚至追问承办检察官是谁 还供称提告者有二三十人 自己不可能每个都去和解 但就怕自己二审遭到重判 他提出自己能向检察官提供创意私房资讯 想换取二审减刑机会 军警教师法官之子通通卷入其中 随着二审正式展开 一共十一人相计到案开庭 如今嫌犯真面目一一曝光 就判司法还给被害人公道 下期订阅顾远送由塔尔泰报导